欢迎回来继续收看2020 LPL英雄联盟职业联赛春季赛 现在为您进行的是RG对阵上LNG的比赛 目前双方是战成了1比1平 第一条小龙刷新的的是一条水龙 看一下造型这边的符文啊 因为是首次亮相也是用了一个重认造型的一个符文 那带重认的话他还是更想在前期去找节奏的 是的 重认的话就拼一个前期 前期是我崩了感觉就没了 全军出击 上校登场不容易给我来个小新星 上校的这个曲线还是比较的波折的 觉得双方在各自的时间段都有强势期 上路这把虽然说换了一个英雄抗压 但是还是包打毕竟是一个近战的远程 看一下这把能不能抗住压呀 沉沦17一个奥恩起风的密集 也是知道自己点不了几下人 这把炮芙是选择带着致命节奏 那应该不会出poke流 中路双方的对线 其实Rookie这个辛德拉在前几级的对线 还是打得非常的凶的 对 也正是因为他对线一直压制 所以熊熊才很想找机会来干可一波 对 就Rookie其实前几级一直都会把兵线压到 Maple的塔下 对 所以熊熊就一直想搞中路 上路还是这个画面 就和我看的那几句rank录像差不多 中路直接来了 Rookie很果断交出一个闪线 这波不想被打状态 不交这个闪的话 就是晚交也是交 先交也是交 直接交了 果断交了不被打状态会好一点 线上还可以进行对线和压制 如果刚才交的比较慢的话 那可能就要被左翼这边反压了 是的 这波熊熊也是非常的灵性 在刷完自己的红buff到达二级之后 绕了一大圈 给到Rookie这里 比较大的一个压力 逼出Rookie闪现的话 Rookie在接下来的时间内 都不太敢疯狂地上去压Maple了 是的 熊熊也是牺牲了一下自己的打野时间吧 可以看到乐岩这边刷野 一个全刷的路线 马上就还差两组野就刷完了 而熊熊这边进度就比较慢了 现在还是一个两级 正在刷自己家的魔爪哇 看一下下路的第一个和线 谁能控到吧 感觉 乐岩打完这个F6 甚至是打完小的时间到 就直接来控这个和线了 自己家下路是拥有线权 哎 两边遇上了 这个时间点的话 瞎子还是打不过盲身的 而且中路左翼是先推线的 是 但是下路的话是IG的推线 所以说造型也不太敢去控下和线 直接是选择往上刷了 这个和线是让给了乐岩 乐岩比较谨慎 他对方在草丛里蹲 先交Q技能试探了一下 那看没有人也是利用自己下路 双人组的推线 拿下了下半区的和线 这一把成轮17 还是被压了很多刀 但是这就是奥文的一个好处 就我虽然被你压 但是我可以边被压边补充我的装备 如果你一波都不想回家 你不更新装备压我的话 你压着压着就压不住我了 对 直接敲一个小步甲 而且自己是点了一个饼干的 线上的续航也非常的不错 毕竟他的坦度还是比建模来的高的 所以则赛在前期也不能 对他在血线上有足够的压制 是的 没有上前两把那么难受了 而且说则赛这边 其实我发现他的压制是很有规律性的 他只要自己家打野不在 别人家打野在的情况 他就选择不压 这波是等到自己家盲生回来 就继续进行一个压制 像刚才知道乐岩在下半区控和线的时候 则赛就没有选择推线压人了 是的 上路乐岩是直接踹了上来 熊熊一个重刃 好像有点难以招架 征服者点满的乐岩很凶 这边一压二 这边还要打吗 征服者已经消掉了 我觉得如果这波有征服者 乐岩刚可以直接踢上去一打二 比较可惜 这波要BTP了 这波很赚啊 乐岩是一个人打退两个人 打得非常的凶 中路的情况是 如其现在阅兵线压Maple 一个QWE互相消耗了一下 Maple这把回去直接出了个戒指啊 打出了自信 也是增加一下自己的续航吧 嗯 这戒指配合这个水晶型 可以多回一点 造信 又过来找Rookie的麻烦了 前面打了散线 这波好像是有机会的 弱者退散用完了 感觉这波没了呀 进化交完 但还是被戳了起来 熊熊是拿到了Rookie的第一滴血 还是有点太不小心了呀 Rookie这边 是Rookie这波 毕竟技能还没有赚好 以为自己身上有个进化 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危险 但是没想到熊熊杀意已决 就是的 而且刚这波 我觉得Rookie是想 就卡一个六级单身杀Maple 但其实Maple身上带一个治疗的话 伤害还是不够差 对 前期毕竟没出装备嘛 对 没有这么高的一个爆发 熊熊直接杀完中路来拿小龙 那小龙应该是有了 但下路的Light过得就没有那么舒服了 不过下半区只需要做到推线 就可以帮助到熊熊成功地控下这一条小龙 熊熊这一把的造信 首次亮相 感觉节奏来了 打得还不错 看上路的沉沦时期啊 是真的很难受 这波主要是中路左翼被推线了 地图上面消失了Rookie的身影 所以沉沦时期特别怕对面上来越自己 第一时间先向后退了 又是压了一个40刀啊 上路这边不断地 不断地刷新自己的1 这波自己手上还有1 这下要怎么操作 这里他主要还是想吃线的 但我感觉有点危险 不过好在是中路左翼赶紧把兵线推了过去 Rookie第一时间要回去防线 也没有办法去上路越塔了 一个全面气泡没有隧道 这波如果隧道 感觉Rookie又要卷了呀 一个小走位是扭掉之后 两边互换一个红buff 但是这种互换红buff成人就炸了呀 这盲生直接把自己压出塔下 因为这个血量的话 奥文还要在塔下就会死 回家是直接补了两个步甲 现在是三步甲 硬堆护甲 这赛现在是一个66刀 打一个奥文18刀 这个上路这个补刀差 说实话确实有点难以接受啊 其实这把跟上把又出现了 同样的一个情况 熊熊虽然在前期配合上中路 击杀了一波Rookie 但问题在于上路这个点 他只能说做反蹲被迫防守 先看一下中路这一波 Rookie直接推到了Maple Maple叫自己个闪现 他伤害已经灌上来了 因为下路双人组到达了这边战场 是的 而且说即使刚刚伤害打不死 南风的这个钩子也是稳稳地勾在了Maple的头上 对 那刚才想说的就是熊熊不太好去下路做事情 就他这个点不太能解放出来 没法带到那么多的一个节奏 因为下路毕竟选到的是F64加上布隆 没办法呀 就是选出一个偏宝牌的一个辅助 就会让打野前期对下路没什么进攻的欲望 就来了也抓不死 就你一个布隆加造性你要抓垂石 其实很困难 除非说ID这边下路压得很深 给到了很好的机会你才有机会去抓 不然是中间线的话你去就是浪费自己时间 对 但刚才IG下路双组拖完线之后选择游了一波中路 也是帮Rookie缓解了一定的压力 想搞这波熊熊 想要绕到后面来 但是下路双组推肚层吧 哎被勾到了 但是因为自己家打野也不在吧 打野小乐言现在在上面拖一个先锋 而且炮芙第一时间是没有大招的 而熊秀身上有大 所以这波勾也只是尝试性的做一下试探 坏了坏了坏了 这边哲赛又是把上塔的渡层给A到了两层半 经典的先锋撞一下就抱着渡层 而且小乐言拿完这个先锋 这个节奏好像上一把看过呀 而且下路兵线断掉了 LNG这里想跟对方抢时间抢一屑塔 感觉LNG这把处理的比上一把好 这把是反过来 把宝压在了厄飞流失这边 好像厄飞流失能拿到一些塔 有了 有了 非常的非常的漂亮这把 是 改变了一下上把的思路 因为其实上一把这个时间点 LNG虽然是在拆下塔 但是下塔的渡层还有三层 但这把是先行把IG的下路一塔给破了 但上路还是那个画面吧 还是那个问题怎么办 队友过来了 羊撞了一头第一时间熊熊也来了 熊熊这里先戳 则帅则身上被挂了一个虚弱 则帅 则帅给扫开 这波则帅和上乐言想要强行推进对方中路二塔 想杀人 但是有点过于深入了 对而且这个奥温身上的护甲装非常的多 你别说还挺肉 对 他毕竟比剑魔肉多了 是的 第一时间处理不了 没有打中 Rookie还想反打 一个Q打出了守护车 还想接着往前凶吗 感觉Maple的气泡已经好了 上路这一波杀掉了这塞和乐言 感觉给承软使七缓了一大口 这把明显就比上把好很多了 一个护甲鞋加小盘甲 而且这一把对面 就也是双AD嘛 所以布甲鞋先出出来 又是一个比剑魔还肉的英雄 那IG的上也不能够像之前 那么舒适的针对到上路这个点了 是的 而且说这个奥温 等他11级来到团战的那个时间点 他是比剑魔有用太多了 就你剑魔崩了就完全废了 但是奥温就算崩了起码一个大招 也能给队友打残空 这波是提前过来把上路放掉 配合队友拿一条土龙 那这把LNG的节奏要比上把好很多 对虽然成了时期这波是没有羊的 但是他的人是靠到了正面战场 同时自己下路双人足有 兵线的一个优势先行到达小龙处 所以这条龙IG是没法争的 小乐远很坏啊 打断了一下Maple的回程 上路还是在不断的刷一 但现在这个死眼点好像 有点压不住这个奥温了 这个这赛打在奥温身上的毛 没什么伤害 打不动了 就A不动了 护甲斜甲小反甲 确实够肉啊 这个奥温 这把奥温更多的是要靠泡夫在后期去处理了 是 那这把感觉LNG总算找到了他们这个阵容啊 他们想打出来的效果就是 他们第一把利用这个Lite的厄费流失 打团战 打了成敦的伤害 然后赢下比赛后 他们这把 想明白了要围绕Lite去打 对还是养ADC 选出一个能够扛住压的英雄 更多的把资源投入在Lite这一条线路上 保证他的一个发育是健全的 那么后期 有奥恩的队伍啊 他毕竟是有强化的存在 打团还是有机会的 是的 而且这把成仑石七川说被压得很惨 但等级啊 勉强是跟得上的 来看一下这边造性的下一波动向 是先出了一个水银鞋和战士 中路则赛靠过来推这个塔 应该是拆不了了 这一把Lite的发育就要比上把好很多了 因为是配合着打野是吃到了下轮的医学塔 所以虽然说现在自己是没有人头没有助攻 但是经济应该是蛮不错的 对 这边开到了熊熊 一个大招先扫开 目前是没有地图资源可以争夺的 那IG的一个想法是选择 奇迹五人之力压尽你中路一塔 这应该不太敢踢上去了 Q大雷则是一个小段 钩子也没有钩到 吹飞气泡也空掉 他这波的话 有一波推中的机会 但奥恩在这里要开吗 一个杨先叫了出来 能顶到谁 顶灯笼的位置预判一下 但是没有人来捡这个灯笼 那奥恩的杨交掉LNG 现在团是不太好接了 好在是龙还有两分半的时间才刷新 这波就是开个大招尝试一下 留到了就可以杀一杀 没留到了也无所谓 反正这个时间点 时间点也没什么团队支援 南风尝试性的勾了一下 也没能勾到 压一下中路的兵线 这波LNG寻求主动 一个催眠气泡没有睡到 那感觉可以回去发育了 没有必要再在中路纠缠下去了 因为双方边路的塔都带掉的情况下 兵线都可以带得比较深入 所以这个时间段在没有地图资源的时候 他们也没有办法在边路继续压进二塔了 会非常危险 选择中路互相博弈了一下 是的 杜层情况是 IG要比LNG多吃了两层 但是LNG这边 因为Lite吃到了比较多的杜层 所以都可以接受吧 一边是哲赛肥 一边是Lite肥 这赛这一把对上路的压制 虽然说还是很凶 但是相较于上一把 这把沉沦时期 应该在团战中能有所发挥了 这把虽然他在补刀树上还是被压 但是同样的他经济都吃到了 狗子勾到了熊熊 还要留开起一个大招 熊熊赶紧交一个闪线过强 一个点燃换了打野的闪线 感觉还是挺转的 中路Lite想追 一个进化机交出来 被R散了 LiteR散回去 直接被秒掉 看一下后续小段这里也被杀 熊熊这里再次被弱者推散给推到 不过没有技能可以跟了 靠谱场势性的射了一箭 没有能够射到 不过这波击杀掉 对方下落双人组之后 IG可以进行一波中路的推进 而且现在峡谷先锋也是在场的 IG现在看一下怎么做抉择 也没有去打狭狗先锋 先推一个中塔 本场的OP选手 给到的是Zeshire 对位经济差2819 分军补到8.7 那这一把他的对位经济差 就没有能够拉到之前那么大了 这波LNG还想拿他们的第三条小龙 IG 肯定是不想放的 肯定是想要的呀 看一下乐岩这边用命抢一手吗 Zeshire Zeshire 先来下去了 Zeshire 看一下这条龙被蓝色帮直接抢到了 同时杨莱撞击撞到是南宗 第一时间乐岩一个状态不是特别好 闪现先上后拉开一段身位 Yuki这里继续追击 大刀直接灌下来 LNG这里状态都不是特别的好 Light在侧翼是偷掉了Zeshire 但是正面小段应该是走不掉了 而熊熊这里也被留住 熊熊 有没有兄弟来救救熊熊接灯笼过来的是一个乐岩 乐岩这边赶紧把熊熊踢走 自己的状态很差 那这波感觉IG有点糟重了呀 回头是把奥文给秒掉之后 Rookie接一个 哇 这边Puff接一个灯笼 但是也被Maple收掉 这波Maple感觉要收割了 再捡一个闪线 有技能吗 一个大招过来 一发飞行没有打中 但熊熊捅了上来 Rookie交一个闪线想逃跑 Maple大招应该还没好 Light这波想要过来帮自己的队友输出 免了个进化 赶紧进化加一下移速 熊熊还在下方 这边Zhite TP到正面来 熊熊直接被带走 Maple在这个位置能走掉吗 一发飞行没有距离打到 那哲赛逼过来的话 Maple好像要死了 一个QRQ没有打中南风 哲赛 缓缓走来 直接把Maple给收掉 南风开一个金身 也是怕自己被换掉 双方打了一波长时间的拉锯战 就打这种长时间的拉锯战 很显然左翼这个英雄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不断地在小龙圈里面 给予队友几个小技能的帮助 对 一会儿看回放的时候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Maple的一个位置 它其实在龙坑内是没有人去注意到的 一直利用自己的折返跃牵去做消耗 开极的三个人直接往中路一压 南风是被碎到了 这边有没有机会 杨叫出来 赖特身上吃到了一个腐败左链 先行交出自己的进化 第一时间乐言踢 踢回来是个扯的时间 扯的时间应该这里倒了 同时在退的泽西亚开启精灵英雄 想要帮助自己的队友 继续切入到对方的战场 LNG正面再次被打残 泽西亚这里吸了起来 Maple想要换但没能换掉 IG这波完成了零换二 可以尝试性地逼一下大龙 这波熊熊要回家补给状态 所以这波如果是怕符合 这塞起来打的话 这条大龙感觉是有了的 熊熊现在才刚从家里慢慢地走出来 应该是来不及了 这个大龙血量掉得非常的快 而且南风也很稳健 在这边寻找着熊熊 看一下熊熊会不会不回家 踢下来的是一个奥恩 但奥恩没有大招 能阻止吗 2000血的一个大龙 直接被泽西亚和打野 一个配合 直接2000血的大龙给收掉 而且泽西亚这里闪现过来追 沉轮能跑掉吗 拖似了视野 泽西亚还要往前跳 无端地往后跳 套了个虚拟 然后又跳不动了 被布隆晕住之后 队友能收掉吗 伤害是直接够了 在正面战场 LNG把所有的技能给到泽西亚身上 IG其他人还想继续追 好在是Maple赶来了 Maple这里要配合上 LNG进行反打吗 IG的状态都不是特别好 乐言踢了一脚 乘轮时间这边不太敢上 先下后拉开身位 同时Maple再次一发催 催眠气泡也没能留住对方 那么双方要拉扯开了 那这波是一波一换二 这赛是换掉了熊熊和小段的人头 这波火龙团 IG感觉可以稍微推进一下 然后就退回来拿了 这赛第三件装备 还是选择和上把一样的火炮 Rookie这边则是 美甲做起来了 Rookie读起书来了 这美甲时辰 开叠 现在上效给到的曲线 基本上是 三七开 一个全面气泡碎到了乐言 但是守护者触发 伤害并不够一套贯死 这波成轮实际被打残 IG想要直接来动这条龙 第一时间看到Lite在上路 那么LNG肯定是不会来抢了 小龙 IG应该能稳稳地控一下来 这把成轮实际的护甲装 在22分钟总算是成型了 但是这个时间点 前面是被垂死逼了一个闪现 就这一把的话 Rookie打他太痛了 他一点就只有一件小魔抗 斗篷的情况下 Rookie如果直接把一套伤害 灌在奥恩身上 奥恩是扛不住的 因为他确实也没有 更多的经济去做魔抗了 这边换塔 LNG是换掉了IG的中路 一塔 但是自己的下路高地怎么守 这波奥恩直接被 维鲁斯大招大住 反身一个喷火 躲掉了锤斯的钩子 但是这一波 奥恩再不叫 羊的话这个高地要掉了 还不叫吗 哇 梅婆在特意睡 睡到之后 想要拉飞心 消化一下对面 但是没想到 Rookie一套伤害 直接把他给打残了 而在正面的Lite 已经被对面吸了一口 闪现都没有交出来 就已经阵亡 同时羊再交出来 也没有办法可以撞回去了 而则线身上 虽然被挂了一个虚弱 但是还是在拼命地滑 滑死了沉沦时期 在正面的熊熊 开出自己的战术 很少也没有办法可以 成功地坏掉对面 那么IG这波 应该是可以 一波掉对手了 那这一场 IG赢下了LNG 也是锁定了 LPL春季赛的 常规赛第一名 对 恭喜IG 恭喜IG成功的是 让一追二 拿下了比赛的胜利 谢谢大家